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思统姐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一个会呀 会临时取消了 取消了 那书恒呢 你怎么没跟她一起啊 我打电话问一下老板在哪 思统姐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两个电话 哪个是老板的电话 你怎么不存书恒的名字啊 这样好容易搞混啊 我怕弄丢手机 会泄露老板的电话 这个 我知道 我做了区分的 老板的格局比较大 所以这个张总中间 我加了一个空格 我最近太手给他打电话 我居然给忘了 是吴总 他大妹也跟我说他想我了 要一块儿喝酒 好 书恒啊 刚刚开会的时候 你这名贵的打火机啊 拉走到这儿了 什么东西 我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回家我跟他说就行 还有 我见到公司的事情 你就不需要跟他说了 走了 嗯 好巧 好巧 谢谢 不巧 我是特意来找你 找我 有什么事吗 你就收回助理多久了 刚刚一个多月 他们对你好吗 挺好的 是吗 结婚了吗 结了 为什么要发短信提醒我呢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真可爱 那我想想看 那我想想看 我是怎么知道的 苏绿姐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两个电话 哪个是老板的电话 老板的格局比较大 所以这个张总中间 我加了一个空格 那天那个聚会 除了你和Cindy 别人都不可能 给我发消息 后来你还故意提醒我 张书恒 用不同的方式 存名字 你解放这 对不对 苏绿姐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 你放心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 我就想谢谢你 在我认识这么多人里面 你是唯一来给我提醒我 并且帮我揭开 这一切虚伪面具的人 那天晚上 我在酒店 亲手拍下他们两个 在一起的画面的那一刻 我很难受 那是我重生了 以前的苏黎已经死了 现在的苏黎 是全新的苏黎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 对你是好还是坏 我只是不希望 你生活在欺骗里 谢谢你 我一定能忙 走吧 那我把外套给你吧 那我把外套给你吧 谢谢 你套过多了 以后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给我的机会帮着你 苏黎姐 苏黎姐 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候 不如把它当作是攒足镜 往前冲之后偶然获得的意外加七吧 人是不需要时时刻刻地保持光鲜亮丽 干净十足的 干净十足的 谢谢你 怎么了 这不是那天 你不是说的消息没有揭露出去吗 为什么会有偷拍照啊 这怎么办 别人会不会看出来 没有直接发照片 而是说周二姐 看来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不管是为了要钱 果然是为了要钱 你别管我怎么拿到的 揽着我手上 有你们出轨的实锤 还是真的 这怎么办 啊 开个价吧 爽快 五百万 五百万 五百 我抢钱了 你们娱乐圈赚钱 赚钱了 这么容易 五百万 买你和你情人的钱吗 不多 二十四小时那大钱 一分不少 否则我就把料卖的别人 倒计时 开始 你什么 这一段时间 要有没有 你这么想想 你会答案 你不计划 你拿起来 我家听 你比你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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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